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奇度 这是我们聊天室里面大家贴出来的一个新闻 看起来蛮屌的 世界上最白的油漆 So the world's whitest paint is not thin enough to coat cars and planes 所以先前最白的油漆大概太厚了 现在它已经薄到能够能去漆在车子上以及飞机上 所以这两种东西它的漆可能都不能太重 OK因为的确汽车的烤漆好像真的薄薄一层而已 对不对 好All righ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值得看的词 其实第一个词我觉得就很重要 就你涂上了一层油漆的那个一层要怎么说 能不能用layer这个字 其实layer这个字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层这个字的翻译 很OK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它有用layer这个字 可是其实我们也很常看到用另外一个字就是code 你会想说code这个字不就是外衣的意思吗 外套做你的外套 OK 那的确code可以当成是大衣外衣 可是它也就是可以翻译成是一层什么东西 OK code so a coat of paint是正确的用法 如果你讲layer of paint大概也可以 OK 好 那它有做一些微调 把它调得比较厉害 比较薄 所以这边有一个字叫tweak 所以这里来说的是 the team has now made made some tweaks to the recipe and produced a version that is thinner and lighter 所以生产出了一个版本 比较薄也比较轻 那所以理想上就可以用在车上拉 火车上拉跟飞机 so which they say is ideal for use on cars trains and planes 所以这OK 那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它能够反光 所以你知道光会带热能 所以它能够把光弹走 那它就能够不会吸收热能了 这样子 所以前面这边我们也看一下下 所以这是一个Purdue大学 Purdue大学是怎么翻译 翻译成普渡大学吗 中原普渡的普渡大学 可能真的是耶 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怎么翻 但英文叫Purdue Purdue University used their expertise in material science to produce the world's whitest paint with an ability to reflect around 98% of incoming sunlight and therefore holds great potential when it comes to energy efficiency for buildings 所以因为它能够反映 反射98%的这个来的太阳光 so reflect反射 around 98% of incoming sunlight 所以太阳光98% 因此它就有很高的潜能 holds great potential 当我们讲到节能 when it comes to 不讲节能对不起 能源的那个效率 energy efficiency for buildings 好 那我们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词可以说 刚刚看到tweak这个字 就他们微调了 把它调到更棒的一个状态 下个字我们看scatter 它刚刚讲的是reflect 摊开太阳光 可是我们也可以用scatter这个字 就是把东西给四散开叫scatter scatter OK 那通常讲快一点 scatter scatter 好 所以这边它说 看一下 so它有一个varying ability to scatter light scatter 能够把太阳光 弹散 弹散开来 这样子 so enabling the paint to bounce away more of the spectrum of incoming sunlight 弹开这个 更多太阳的那一个光谱的光 光谱这个字我们常讲 希望你还能够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光谱 spectrum 所以能够 bounce away more of the spectrum of incoming sunlight 太阳光有它自己的光谱在 满屌的 我们刚刚看到scatter这个字 我通常把它跟另外一个字拿来做比较 叫stagger stagger有那个亮枪的意思 走路走的亮枪 ok 我以前一直把这个字读错 我现在想不起来读错是什么东西 但总之我现在知道它叫亮枪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stagger 那这个字也是很常看到 它把它变成是一个这个形容词 staggering 就这个数字让你亮枪 这数字 我是一个身家10亿的人 10亿 所以会让你整个往后退一步 快要摔倒 这个叫做stagger so a staggering number 通常讲的就是一个 令人下巴掉下来的一个数字 不管是大或小之类的 staggering staggering ok 再多看一些词 像包括ambient这个字 我觉得还不错 yes ambient yes 所以它因为能够弹开光 所以can significantly lower their temperature compared to the ambient surrounds and could potentially produce cooling effects ambient就是周遭的 yes ok 所以弹开光 比起周遭它能够更弹开光 ambient 弹开光 那它就能够生产出能够降温的效果 cooling effects 那这个cooling effect呢 是跟一般的那种空调啊 是有差不多一样的 够厉害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词 我们也很常看到 on par on par with something on par with something 还记得吧 如果不记得我再小小复习一下 这个par其实是高尔夫球用语 如果你有记得的话 所以par就是平那个标准杆 要把这整套解释一次吗 我是觉得不太需要了 我很快讲一下 然后就高尔夫球场的18个洞 每一个洞的那个大小不一样 不是那个实际洞大小 而是那个 那个就是第九洞 第八洞 第五洞 它的那个洞是一样的 只是那个场地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第三洞可能小小的 你一干就可以上果林 这样 那那个 这就是我讲洞小的意思 那第十七个洞可能超圆的 所以你要达到果林可能需要三干之类的 所以这个洞的大小这样子 那 他就会根据那个洞的大小来去标 来去出估说 你在这个洞想要打进洞 大概应该是要几干 是合理范围内的 所以要是你真的 像我们刚刚讲小一点的洞好了 要是你一干应该可以上果林 第二干 让你勉强推一下 那第三干应该就要能进得去 所以这里的标准干 可能就是三干 一般来说应该不是 应该是两干 小一点的洞 一干上果林 第二干就应该可以推得进去 所以要是你两干打进了 那就是PAR OK 那如果大一点的一个洞 你可能要五干才能够 估计起来是可以把它打进洞 所以例如说先一干打到半路 第二干打到它附近 第三干推上果林 第四干打进去 好那这样四干这样子 所以它的PAR就是四干 OK 那如果说你可以把 你的 如果说你三干就打进去的话 那我们就叫那个东西 Birdie OK 所以我们讲说抓鸟 就是Birdie 这样子 那如果说低于两干的话 我记得就叫做Eagle 这样子 应该没记错吧 如果有记错 请你纠正我 好 所以on par with something 就是跟什么东西 是平的 我们刚讲平标准干 这样子 好所以这里说它的cooling effect 是跟一般的Air Conditioner 是on par with 就是跟它是表现一样的这样子 cool all right 好那 那还有一些什么词可以说呢 Tarmac这个字可以讲一下 可能比较少看到这个字 我们一般讲地面的薄油路 那个叫做Asphalt OK 这个字 Asphalt 但是有另外一个叫Tarmac 就是那个飞机跑道 我们叫它Tarmac 看一下这边怎么使用它 所以它说了 Now this paint has the potential to cool the exterior of airplanes cars or trains an airplane sitting on a tarmac on a hot summer day won't have to run its air conditioning as hard to cool the inside saving large amounts of energy 好这句讲完 所以上句说的是 它就有一个潜能 能够来cool飞机汽车 或者火车的外装 所以这个叫Exterior 也看一下一下 所以E-X-T-E-R-I-O-R Exterior 我们常做比较的是External这个字 原来这两个字 只有Exterior可以当成名词使用 也可以当形容词 External这个字 基本上就只有形容词的用法 它是不太有名词的用法 OK 所以一个车的外装 叫它的Exterior 那内装有没有Interior 也是有的 所以它也可以当 名词也可以当形容词 像我们讲室内设计叫Interior Design So the interiors of a car 就是一台车的内装 这样子 所以Exterior 外装 所以这个Paint 有一个potential 能够cool the exteriors of airplanes cars or trains 所以火车飞机 汽车的外装 这样子 那坐在一个飞机跑道上的飞机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它就不用开着空调 来去让里面保持 清表保持凉爽 因为它本身就不太会吸光 So an airplane sitting on a tarmac 在刚刚讲过 tarmac 飞机跑道上 在一个很热的夏天 on a hot summer day 动词终于出现了 won't have to 不需要 run its air conditioning 所以开它的这个空调 开得那么用力 as hard OK run its air conditioning as hard 所以它灯还是要开 就不用开那么大 to cool the inside 所以就能省很多的这个能源 就是了 So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好 到这也可以 差不多 所以你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我觉得应该是吧 超白的 会不会因为太白 然后你看着它会觉得 哇好刺眼 所以这个漆 或者是漆的这个东西 漆的这个漆的一些物件 会不会你会觉得 它一直在对你施展太阳拳 这样子 年轻点的同学 都不知道太阳拳是什么 Yes 七龙珠里面的太阳拳 太阳拳 然后让你就 眼睛几乎瞎掉这样 如果你没有看过七龙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 怎么帮得了你 好啦 Anywa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